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現在大小兩個量桶 它的底面的直徑比是2比1 那底面直徑比2比1的話 半徑也是2比1 那我們曉得這個量桶 它的那個底面積 是圓 是πR平方 所以它面積跟半徑的平方成正比 所以它面積比是多少 面積比就4比1 跟半徑的平方成正比 2的平方是4 面積比是4比1 那現在的話 它說 現在我將一定量的水 倒入這裡 倒入小樓桶 結果它水深是36 那現在呢 同樣的水量 倒入大樓桶的話 那麼這個 那個水深應該是多少 我們曉得這兩個體積一樣 因為那個水量一樣 那體積既然一樣的話 那我們知道這體積齁 是等於那個面積 乘以多少 底面積嘛 乘以那個深度嘛 就是高度 那現在的話 體積一樣啊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個什麼呢 這是固定嘛 所以我就曉得呢 這個Y 就那個深度 就跟什麼成正比呢 跟那個 底面積是成長比的 或者是說 底面積乘以什麼呢 乘以深度是長數的 那那底面積可以看成什麼 看成是4 就是說 那深度的話 這是Y 比上36 那乘起來就是體積啦 也就是4Y 會等於呢 1乘以36 這底面積嘛 它就是高度 1乘以36 所以我就曉得 它的這個高度多少 Y就等於多少 4936 所以這應該是等於9